今天來參加這個溫暖好證說明會 是不是也要順便幫家喻委員加油 當然 我們現在祝他高票當選 大家都在喊整合 這些他會怎麼樣幫忙嗎 沒有 選舉追蹤就是一個整合 那最後就是怎麼樣能得到大家的肯定 那就會勝出 那我相信高委員這檢舉的問證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 罷分 但是麻煩他可取之處 我們祭他加油 希望他能夠勝選 部長會來勸這個五星代嗎 這我想選舉也沒所謂的勸退勸什麼 這不是這個時候一定要通常 大家憑實力 大家來努力 私下去找基進黨聊嗎 跟基進黨聊天這也不排斥 但是也沒有說特別特意 一定要為了這樣的一個選舉大家來聊天 但為了理念大家怎麼樣來 替國家社會做最好的貢獻 那大家都可以聊的 部長昨天王必勝去幫五星在站台 他有跟你說嗎 沒有 他跟剛剛回國吧 我不知道 你有跟五星代理說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會幫他找你站台的話會不會 他會去嗎 這個生意很多大家都在 講很多話 就是說要下架民進黨 但是我們要問說 對手憑什麼講要下架民進黨 因為什麼主角說這句話 不是說做句就要換 是做歹就要換 民進黨這幾年來說 七年來實在做得有夠好 加上世界開始看到台灣 這次選舉 世界也在看 台灣人民的選擇是什麼 是自我民主呢 還是要向暴力轉子來屈服 這個聲音很重要 我們必須大聲的用選票來表達 所以不管是在我們總統的選舉 要維持我們本土的政權 也為了讓本土的政權 能夠繼續發揮我們的執政的效率 我們更要立法院能夠過半 所以這一次 我們本黨提名高家園委員 很抱歉 今天我聽說了 把他先來走 不是說我是要先來走 因為我在嘉義 因為很早就打人家 要把人家防牛幾天辦 這次還要防牛 人家就要逼民了 但是無論再怎麼樣緊迫 我今天我知道 我沒有來不行 大家可能會有所誤會 我來就是標示 我志祺高家園 本黨你要讓巴席全上 大家之後來聽了好不好 我們最後來聽了 好 謝謝 謝謝大家